欢迎来到进转全球 我是甄选一 美国总统拜登为了对付国内头号敌人 也就是高达8%的通膨率 对台海两岸的军报政策打出了两手牌 怎么说呢 华府一方面拉姆台湾提出台美 21世纪贸易创意以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对中国的贸易战 也释放出暂时修兵的讯号 以确保可以进口便宜的中国商品 最先进展示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拜登已经下令 要求美国的商务部来研究 取消部分川普时代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在2018年揭开了整个美中贸易战的序幕 当时对中国商品加征多达3000亿美元的关税 而拜登政府现在必须要来权衡 哪一些可以取消 哪些又必须保留 雷蒙多透漏了 取消家居用品 单车等等的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 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决定 保留钢铁和铝的部分关税 目的是要保护美国工人还有钢铁业 取消部分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对于降低通膨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还有争议 不过为了打击通膨 这已经成为白宫在无计可施之下 目前可以动用的少数选项之一 美国还要担心 还有经济是不是有衰退的风险 美国的科技还有金融业大佬 最近就纷纷跳出来警告 Tesla是一场马斯克 他向员工表示 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 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准备要裁员一程 还要冻结全球招聘 那么其他的科技巨头 包含了Meta以及微软 也都对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 正好扩张的脚步 而同时华尔街也开始提防衰退风险 华旗执行将指出 虽然欧洲的衰退风险 比美国高出许多 但是随着联整会大举升息 紧缩货币 美国经济恐怕逃不了衰退命运 博更大通知营长戴蒙也警告 一场经济飓风迎面而来 不确定性非常的高 而高盛总裁沃德伦则是坦言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 是他生涯当中面临最具挑战的情况 面对衰退风险的几率升高 有投资人开始压住 联整会未来可能会翻满真行脚步 这也让科技股可以稍稍获得的喘息空间 牛股山K4-5 他旗下重压科技股的旗舰ETF2 五月初落底之后已经反弹了百分之十七 超越美股大盘标普百指数同期 将近百分之五的涨幅表现 再来看欧盟也同样因为通膨居高不下 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复苏 欧洲央行已经决定 跟随美国联准会议之后 最快七月启动升息 而现在市场最关心的是 欧元区的升息幅度到底会有多大 因为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欧元的走势 而这个礼拜四欧盈将会举行决策会议 到时候可以提供市场更多解读的线索 欧元区物价飙涨不回头 通膨率持续创新高 欧洲央行原本和美国联准会一样 尖参只是暂时性因素 排除今年升息的可能性 结果物价涨势不断扩大 没有趋缓也没有触顶的迹象 只好跟联准会一样重演政策法夹弯 默默调整政策方向 改口要提前升息 拉加德先前站稳歌拍 立场 斩钉截鐵强调 今年不及的升息 随着通膨升溫 他也开始修正措辞 先是不再排除今年升息可能性 接着又明确表示 第三季初 结束购债計劃后不久 就有可能启动 这代表欧盈最快将在七月升息 是十多年来首次调升基准利率 而付存款利率政策 也可能在第三季结束前 画下据点 甚至不排除追上联准会步伐 一口气升息两码 欧元区万物起涨 最苦的就是广大市井小民 尤其能源价格狂飙 加满油之后荷包都快空了 眼看手上现金能买的东西 越来越少 民众干脆减少外出 以免不必要的花费 就连一项乐天的法国人 面对通膨居高不下 也浪漫不起来 供应链平颈下不少厂商 早已经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乌尔开战又让能源价格飙涨 民众碰湖指数已经快要破表 欧洲三成以上的天然气 仰赖俄罗斯供应 冲突扩大恐怕会造成 欧洲出现大范围能源缺口 冲击经济复苏 在乌尔开战之前 通膨早就一点一滴侵蚀欧洲经济 欧盟支援会一边调升欧元区 通膨率预测 另一边却下修经济成长率预估 欧洲央行经济学家 也一改原先乐观预测 认为欧元区的通膨 恐怕还要持续更久 过来两年都不太可能降到 百分之二的水准以下 欧元区通膨失控 让欧盈不得不动作 这对意大利 希腊 这些财政体质 附加的成员国来说 是一大压力 已经有投资人开始担心 欧洲利率走深 会让欧债危机卷土重来 如何在一直通膨的同时 维护得来不易的经济复苏 欧盈现在面临的挑战 比联准会还要更大 新闻 陈韵婷 林文斌公理期报导 不过中央行利率政策 会出现大涨弯 关键问题也是因为通膨飙高 创下欧元区成立 二十三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我们先看到整个欧元区的 消费主角指数 也就是CPI的年参率 从去年七月 基本上就已经高于 百分之二的目标 那么一路以来 走走走到了十二月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五了 不过当时 欧洲两行总裁 也就是拉加德 他还坚持说 通膨只是暂时性的因素 认为说 二零二二年升行的可能性很低 结果今年初我们再看到 整个欧元区的通膨 是进一步的恶化 三月时候已经突破了 百分之七大关 这个时候他态度转变了 他说不排除所有的选项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拉加德更直接表明了 最快可能会在七月 启动升息 关键就是欧元区的通膨率 已经突破了百分之八 数次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八点一 而整个欧元区的物价 涨势持续的扩大 通膨率不断的创新高 能源价格高涨 就是当中的一大关键 我们先看看官方上个礼拜 公布的最新数据 欧元区五月CPI 年增率数就是来到了百分之八点一 但旁边这核心CPI 就是不包含食品和能源的数字 是不到百分之四 可以发现能源价格 对于整体的CPI 影响相当的大 我们再从分类来看 欧元区五月的能源价格 和一年前相比 你看到了暴涨将近的四成 主要是受到了乌游战士的影响 食品价格同样也是受到了战争的波及 涨幅高达了百分之七点五 那么在欧元区当中呢 哪些国家的通膨最为严重呢 最严重还是以中东欧为主的 整个十九个成员国当中 中欧和东欧国家 为什么比较严重 因为他们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比较深 物价涨势也明显 我们先关注了 第一个是欧元区五月通膨率 最严重的国家 是在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 它的通膨率已经突破了百分之二十 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 立陶宛还有拉脱韦亚 紧追在后 通膨率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再关注位于中欧的斯洛伐克 名列第四 逼近百分之十二 再来是希腊跟荷兰 他们的通膨率也有两位数 可见现在整个欧盟的通膨 地区差异性还不小 前日二四七 但已掌握未来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财经大事 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礼拜三 将会公布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修正值 预期将会和初估值一样维持萎缩 但是随着日本这个月 解封开放公共课入境 第二季的成长率 很有可能会有负转正 再来礼拜四 中国将要公布五月的外贸数据 在防疫封城这个月 陆续解封的状况之下 预料进出口的数据 五月可能触顶 最后是美国在礼拜五 将会公布五月份 关键的消费者物价值物CPI 市场预期了 年增率将会略为下降 但还是会高于百分之八 联准会升息的压力 恐怕不会减轻多少 而我们谈完了欧美货币的政策变化 这段节目我们有请专家来分析投资策略 欢迎欢迎进转全球 美国紧缩货币的态度可能软化 欧洲再来又准备展开升息了 为了来的局势怎么变化 投资人又要如何来调整布局呢 今天请到专家是安联投信副总裁 陈浩辰来解析 副总裁好 我们想先请教 美国的经济退退的风险升高 真的会让联准会现在放缓升息的脚步吗 美国联总会有两个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 其一是维持价格的稳定 然后其二是达成充分就业 也就是说在通膨和景气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那今年投资人对于利率预期的快速调整 然后还有股债各类型资产的剧烈震荡 其实主要就是反映市场意识到 联总会的政策优先顺序 可能是从疫情之后 它是以刺激经济为先 但是其实现阶段转为控制通膨 因为一方面其实是在景气 已经重新走向扩张的轨道 另外一方面是通膨并未像联总会 初期评估的那样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今年走到现在 其实相信大家都已经可以很清楚感受到 通膨压力并没有明显减缓 所以其实到今年年底 现阶段市场预期还是有7到8码的升息空间 关于最近升息预期的走向 由于部分经济数据走弱 再加上财报季部分企业的展望保守 到年底的升息幅度 已经由之前最高可能达到10码 甚至以上的水准 下滑到刚刚讲的7到8码 我们认为现阶段影响升息路径最大变数 还是在于通膨数据 但我们认为如果在原油价格上涨幅度趋缓 再加上供应链压力降温 还有机器效应 我们预期在通膨渴望至高点降温 短线上其实升息预期再次转强的可能性 就会相对降低 那这对于最近盘势的稳定 有相当程度的注意 好 那么如果真的美国的升息态度软化 美元会不会利多出境 而欧洲下半年又开始升息了 美元只是会不会后继无力开始走卵呢 今年以来美元的强势 那除了一方面是来自于联总会 他将积极进行升息和缩表的表态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来自于说 风险趋壁的意识所推升 因为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高 我们常常会看到那资金回流 美元资产动能越强的状况 所以在今年美元指数 年次至今累计相当程度涨幅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最近在欧洲央行这边 它开始释放一些货币政策调整的意向之后 最近美元已经有开始出现一些 获利了结的卖压 但我们认为就在展望今年 持续往年底这个方向走 我们刚刚提到概念就是说 其实美元汇率除了反映 央行间货币政策走向的预期差距之外 市场风险意识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今年景气和企业获利 已经面临到成长转折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觉得在包括现阶段经济前景 通膨货币政策还有地缘政治等变数 更为明朗之前 我们相信在美元资产这一块 还会是市场资金比较青睐的标的 会对美元形成支撑 好那么如果欧美调整了货币的政策步伐 全球股市剧烈震荡 投资人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之下 应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今年以来金融市场的株洲 是升息和通膨预期大幅攀高 引发的资金调节和轮动 因此无论是风险性资产 或是防御型债券 其实都是呈现同步走跌的状况 是现金为王 但我们认为在经过一轮修正之后 如果现阶段要重新切入布局的时候 以复合资产作为核心是相当重要的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股票又成熟国家 又与新鲜国家 至于在债券当中 我们认为短年期的非投资等级债 是比较好的收益来源 我们刚刚讲到复合资产 主要是因为短线上不确定性人多 而且市场还是会处于一个 比较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 但我们基于像美股 非投资等级债券 甚至像可转债等资产类别 已经浮现投资价值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 适合以复合资产的方式进行介入 就股票而言 我们看到整体美股的本益比 已经下滑到疫情初期的水准 也就是说现阶段的评价 已经相当程度反映 景气可能陷入衰退的预期 所以我们只要在经济的走向 没有预期的悲观 就可以看到股市有持续反弹的空间 至于就在 因为升息和缩表 预期仍将持续一个进行 所以这对于防御型债券 还是会形成压力 但如果我们看到非投资等级债券 现阶段价格反映的银行违约率 和它现阶段的基本面体质对照 很明显的偏高 那我们认为7%以上的值率 已经具备一个投资吸引力 那因此可以用 缩短存续期间的方式来介入 不过现在看起来 美国高通膨持续的时间 或许会比预期的更久 所以市场传出了 联整会如果要来快速解决 可能会不惜衰退来换通膨 你认为会演变成这样吗 现阶段对于景气 可能陷入衰退的预期 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 通膨对民众供买力的冲击 因为其实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外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其实各类食衣住行的价格 也很先上扬 那如果我们把美国民众 那依据税后的所得分为五个基础 那对于最低所得族群来说 那在食品和汽油 占他们税后所得的支出比例 就达到三成的一个水准 对于最高所得族群来说 其实这个比到10% 所以这种消费的排挤效果 会依据所得的一个水准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另外一点 现阶段美国就位市场 依然是相当紧效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在偏向初阶服务业 或蓝领的阶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高中学历 甚至以下的族群 它工资成长 还是相当的一个强劲 所以我们认为物价上涨 当然会造成支出的排挤效应 但是在薪资的成长 可以缓和这一部分的压力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后 在美国消费者 累积了相当高的超出续 现阶段超出续的水准 大概还有2.4兆美元 之所以会有那么高的超出续 那一方面是在疫情期间 美国在政府为一部分 有释出相当多的补贴 另外一方面 其实在疫情之后 你虽然商品支出还是维持 但是你很多 包括一些旅游 还有其他服务支出 这部分的支出是受限的 所以其实你这整个储蓄 就开始逐渐的一个积累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当然物价上涨 会造成一些排挤 但另一方面是 你工资是呈现上量 另外一方面其实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储蓄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最近我们会看到一些 大型零售商 他财报低于预期的状况 但是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 整体美国消费者支出 还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情形 只是渐渐由商品转向服务 所以这个转移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大型零售商财报低于预期 但是这并不代表 整体的消费是呈现萎缩 那只是移转 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消费支出 仍然会对美国的经济形成一个支撑 感谢连投信副总裁岑浩成的分析 休息一下继续进转全球 欢迎回到进转全球 乌尔战争变成了持久战 导致整个欧洲的油电价格涨翻天 现在节能省电成为全民运动 德国的温水游泳池为了减少消耗能源 就调降了水温 还好泳客都能共体时间 德国首都柏林 五月初的清晨仍带着凉意 户外游泳池却调降了水温 这是乌尔战争开打后 德国人日常生活所遭受的 众多影响之一 有关的 Ukraine-Krise 我们现在有关联系 我们有关联系 有关联系 有关联系 去減少油營運營運營 我實際上覺得今天很溫暖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很好的行動 不只是因為烏克蘭 也只是因為氣氛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實際上 池水涼一點 民眾不以為意 畢竟從去年冬天以來 從天然氣 燃油到電價 就已經漲個不停 雖然烏惡戰加劇全歐洲的能源危機 也只能想辦法適應 俄羅斯中段對波蘭 和保加利亞的天然氣供應 想殺機儆猴脅迫歐洲國家低頭 結果卻讓歐洲強硬了起來 一改先前的猶豫不決 準備禁運俄羅斯石油 而下一步可能就是天然氣 這不會很容易 因為某些國家 都非常要求俄羅斯油 但我們只需要做它 所以今天我們會推薦 禁所有俄羅斯的油 從英國 想借斷俄羅斯的能源不容易 最近德國政府呼籲民眾 把暖氣開弱一點 少開點電燈或在家裡工作 省得開車上班耗油 從上到下都勒緊褲帶度日 拖累消費信心跌落空前新低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都如此 更不用提其他國家 五一勞動節希臘首都雅典萬人再次走上街頭 抗議薪資追不上飛漲的物價 希臘通膨飆上二十七年新高 電價一年來就漲了快八成 雖然希臘政府從去年來 斥資四十億歐元 為企業和家庭提供電費補貼 今年也兩度調高基本工資 街頭示威抗議依然持續不斷 想方設法節省能源已經變成歐洲的全民運動 歐盟想在年底前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尋求替代供應來源急劇挑戰 分析師擔心更糟的恐怕還在後面 因為目前中國防疫封城 能源需求比平時低 一旦解封恢復常態 歐盟想在國際市場搶石油搶天然氣 恐怕難上加難 進行新聞劉立貞 姚旭帆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留言 讓我們知道 也請你按讚 分享 持續訂閱鎖定 今天的節目最後 帶您到英國倫敦 來欣賞女王登基七十周年的慶典 進展全球 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